周日母亲节,全台各地天气炎热 不过到了周日晚上,封面接近 全台各地已经有局部短暂争雨或雷雨发生 一直到周三封面远离,天气才会逐渐回稳 不过东半部仍会有局部阵雨发生 提醒民众外出记得攜带雨具 周三开始留意高温,补充水分 周日晚上开始,梅雨季第一道封面南下影响到周二 全台转为局部阵雨或雷雨的天气 各地气温也稍微转量下降 直到周三封面远离后,天气才会回稳 花东地区白天上午天气稳定,气温高 午后则要留意局部阵雨 今天跟明天,东部还是会受到这封面的影响 所以会有下一些短暂的雷震雨的情形 不过目前看起来,基本上雨量都不会算太大 花莲中部这个地方雨,雨是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基本上明天下完雨以后 整个花莲大概从礼拜三开始就比较偏向于午后 正雨的形态 因为白天受中午以前受太阳热力的作用 就会有一些对流产生 然后在午后某些地方,什么山区 它就会有一些午后的雷雨或是正雨的一个情形 那基本上延续一直到礼拜六礼拜天 在礼拜六礼拜天在南海 对花莲的影响还不算太大 主要影响还是东南部在台东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在礼拜三以后到礼拜天的天气形态 都以午后的形态为主 就是午后会有一些阵影 到礼拜三之前,高温大概在29度 然后礼拜三以后啊 从礼拜三到礼拜天啊 高温基本上我们预测大概都会31度30度 中央气象局表示,位于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低压云系 有机会在今明两天发展成热带性低气压 但是否会成为今年第一号台风 目前还需要再观察 提醒民众这周外出除了吸带雨具 也要注意防晒,适时补充水分 记者讲方言华联士报导